你覺得現在股票市場,特別是美股 將所有環球經濟衰退的情況進入股票市場 簡單地再白一點說一句,就是跌夠了嗎? 很難量化,是不是消化了 其實永遠都是事後才知道 我經常說,底是出現了才知道,只是看來而已 但我可以告訴你,其實真的未跌夠 我剛才也說了,美股主要反映兩件事 因為經濟衰退的估計,開始將股值重估 首先第一輪使用的增長股 例如科網股,甚至缺乏盈利概念股 都是第一輪使用的 從昨天或近期,傳統股份都使用了 價值股都使用了,開始有價值重估的問題 其次第二個因素是貨幣政策收緊 我們看到美國貨幣政策 其實現在7月份,可能美聯儲都會繼續加70個點子 起碼50個點子是一個底 其實這個收緊,再不要忘記 現在美國美聯儲是同時進行縮表 所以市場流動資金開始趨向越來,越趨緊張 當然我經常都強調,趨向緊張不等於緊張 我都說了一親吵流血,還充流血,死還死這兩回事 但始終這個趨勢,對股票市場來說是一個利膽因素 好了,再說到你是不是下跌呢 我覺得現在仍然是一個逐步逐步沉底的階段 你始終第一,首昇通脹未下降 你科幣的政策是否可以見底,就是停 不知道,這個過程還是盡量中 當然了,因為經濟衰退因素 其實令到市場都在估算開始了 其實美國未必會加息加那麽久了 可能基本上現在市場從利率企劃市場看到 現在投資者在猜測是甚麼呢 可能明年最快3月份已經開始減息 即是說減息 第一年是減息不是卡息 現在普遍覺得是明年中開始減息 但可能最快可能是3月 所以其實都看到 其實市場覺得這一次加息週期很短 但是很急 既然很急的話 市場反應可能初期 尤其早段反應會比較大 所以都要留意一下風險線 好 簡單來說 Reed就覺得未跌足 不過接下來是否繼續跌得這麼急 就要再觀察加息減息的步伐 看看通脹的數據 例如今星期五會公佈最新的就業數據 究竟就數據是否還顯示當地的市場那麼緊張 如果稍微有些鬆綁 或者叫做夢情 真的 因為經濟衰退 勞工的緊張開始放滿 可能美聯儲就未必那麼需要 是這麼正常的貨幣政策 可能對市場可能會輸口氣 可能會有一個利好的消息 對 還有未來的美國的中期選舉 其實都會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著加息步伐 如今星期運視 資格